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滞留封面跟西南季风现在还在巴士海峡跟台湾海峡交接的地方 所以是台湾的南边的南边 那么没有直接的影响到台湾 那么都是透过西南风然后带进来的水汽 那么所以其实过去这几天还算是幸运 虽然下了一些大雨但是还算是幸运 那么不过到今天晚上要小心注意的是 这一波滞留封面今天晚上到明天会开始北上 那么就会来到台湾的更接近台湾的地方 甚至于来到台湾的上空 到时候影响的层面还有幅度广度深度 可能都还会再增加 不过今天因为滞留封面它还在巴士海峡 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 所以主要还是靠西南风的催送 那主要今天影响的可能会是在中部地区 从苗栗到彰化 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 因为风向的关系 使得台中市啦彰化县啦都有可能出现即时大雷雨 然后苗栗到彰化台南到屏东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整体来说呢还不算太大的雨 但是呢明天开始就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好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白天呢是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因短暂正雨 那白天的温度是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而中部地区呢是因短暂正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七到三十二度 南部地区因短暂正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也是百分之三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十五到三十三度 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六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十五到三十度 澎湖地区阴天降雨几率百分之二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七到三十一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高雄花莲台东都是二十六度 台南跟澎湖二十七度 宜然二十五度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昨天的美国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比预期的其实还要来的低一点 年增率百分之四创下了这个去年 就是2021年11月以来的新低记录 虽然核心通膨还是偏高 但是呢因为百分之四的这个通膨率 让市场非常的振奋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呢 昨天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公益指数呢上涨了一百四十五点 收盘指数三万四千两百一十二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四三 纳斯达克上涨了一百一十一点 收盘指数是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三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八三 标普百指数上涨了三十点 收盘指数是四三六九点零六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六九 费城半导体则上涨了四十二点 收盘指数是三六八三点六六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一五 这样的通膨数据呢 强化了美国联准会 在明天清晨的时候呢 所公布的利率决策 应该是不会升息的 好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则是因为昨天中国大陆呢 意外的降息 所以呢使刺激了原油 可能需求会增加的这样的预期 所以我们就看到 纽约油企货价格上涨了2.3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9.42美元 涨幅百分之三点四三 不过还没有收复礼拜一的时候呢 所大跌的百分之四点四 那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上涨了2.4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4.29美元 涨幅百分之三点四一 也没有收复礼拜一的时候 布兰特原油大跌百分之三点九的跌幅 另外呢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涨跌互建 涨跌黄豆期货呢上涨了26点涨幅百分之1.61 那么涨跌小麦期货上涨了百分之0.32 涨跌玉米期货下跌了百分之0.93 另外呢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其实昨天呢 美国的这个通膨数字比预期要来的好 所以呢预期呢 美国联准会呢 六月不升息的几率 其实是大幅度的升高 也让美元指数呢 下滑了0.3个百分点 来到103.32 那么通膨危机解除 然后美元指数下滑 但是黄金反而是意外的下跌 一度呢 其实经济数据公布的时候呢 是上涨的 但是呢最后下跌是因为 美国的公债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意外的上升到百分之3.827 这3.827这个数字呢 它其实是来到了五个月来的 五天以来的新高数字啊 那么在美国解除了债务上限的压力之后 那么反而现在看到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来到我现在看到的至少是三个月来的新高 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美金黄金的部分呢 就出现了下跌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1.1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958.60美元 跌幅百分之0.56 那么白银的期货呢 也跌了百分之0.99 然后铜的期货呢 则是上涨了百分之2.11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百分之1.3 那么铜跟把金呢 它是工业用的贵金属 所以呢比较是倾向于 中国大陆意外的降息 那么对于刺激经济 这件事情所产生的预期心理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云指数下跌了0.35个百分点 来到103.29 那么美元对欧元对英镑 都是贬值的 但对日元呢 是升值0.4% 来到140.19 日元对1美元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 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税报百分之五价 指数上涨了24点 涨幅百分之0.32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40点 涨幅百分之0.56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上涨了132点 涨幅百分之0.83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当然就是美国所公布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那么就百分之四 这个呢 是创了2021年11月以来的 新低数字 好百分之四 这比预期的百分之四点一 要来的更轻微 也比前一个月的百分之四点九 明显的下滑 好那这当然就支撑了 美国联准会 在今天的会议当中呢 维持六月份 暂停升息的 这一个讯号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美国的利率期货交易 美国的商品交易所当中的 利率期货呢 预期明天不升息的 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点六 只有百分之二点四 瞎住说应该还会再升息 好那但是呢 有联准会传声统支撑的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Tim Rose呢 他就是说 估计这个礼拜是不升息的 但是 他提出了但是 可能会在这个 所公布的季度的经济预测当中呢 上调未来的利率预测 然后释放出呢 还会再升息的讯号 所以这一次只是暂停 而未来呢 可能还会再升息 可能是七月 可能是后面的九月 十二月啊 那么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核心通膨 昨天呢 所公布五月份的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呢 是百分之五点三 其实比预期稍微的高一点 月增呢 百分之零点四 那么跟预期是相同的 那你现在看到核心通膨 扣除掉能源 扣除掉食物 这一些波动幅度比较大的 这些商品之后呢 反而核心通膨 居高不下这件事情 非常困扰美国联准会 因为呢 现在的物价通膨下滑 是因为去年的五六月 刚好是油价 还有农粮价格最高的时刻 那到了七月之后呢 会不会因为核心通膨 居高不下 让这一个通膨再升温 这个是美国联准会 现在非常担心的事情 所以呢 预测六月暂停升息 但是七月呢 恢复升息的几率 其实是偏高的 但是今年以来呢 美国的股市是 非常的这个旺 那么这个呢 当然最主要的是 几个大型的科技股 比如说像NVIDIA 像Meta跌升反弹 然后这个Google 还有Apple 这个特斯拉 亚马逊 这几家公司 支撑着标普500指数呢 从去年的低点 然后到现在 涨幅已经超过20% 原本在五月底的时候 只有八家公司呢 已经是 对于标普的贡献 超过20% 不过呢 根据最新的统计 截至六月七号为止 已经有20家股票的 20党股票呢 为标普白指数的 震头暴率呢 带来贡献 所以从八家 已经扩大到20家 会不会再扩大到 其他领域可以再观察 另外除了机构投资人 买超增加之外呢 截至六月七号为止的 过去一周 散户投资者平均 每一天买超 每股的金额达到13.6亿美元 已经是五月的两倍 所以包括了机构投资人 包括了散户呢 现在都投入 现在市场充斥的 FOMO 就是担心恐惧 这个措施的一个情绪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英国昨天公布的失业率 二到四月的失业率 只有3.8% 劳动市场非常的紧俏 所以呢 现在反映出来的是 劳动市场的紧俏通膨 更可能无疑解决 因此估计英国央行 到明年二月为止 还要再升息1.2个百分点 是1.2个百分点 120个基点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资金呢 涌向亚洲新兴市场 而且是日本大陆以外的 亚洲新兴市场 现在呢 对于亚洲这个大陆以外的 新兴市场的股市 跟这个债市的需求量 大幅度的增加 五月份呢 那么外国机构投资人 单月买入这一个 日本大陆以外的新兴亚洲呢 金额就高达224亿美元 创了12年来的新高 当然这里面包括了台湾 韩国 因为事实上今年以来呢 那么如果加上了大陆的话呢 那么亚洲新兴股市呢 成长只有1.3% 但扣除掉中国大陆之后呢 新兴亚洲的成长 是8.6%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的是 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其实现在确实 冷复苏的状况啊 让人担心最昨天的人民银行呢 意外的降息 上午的时候呢 利用市场公开招作的逆回购呢 先降息0.1个百分点 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呢 再透过长辈 长辈借贷便利呢 是降息了10个基点 就是0.1个百分点 那么接连的从上个礼拜的 国有银行降息 然后各个银行跟进 然后接着是逆回购 然后是常被借贷便利 估计呢15号会利用 这一个MLF 就是中期借贷便利呢 继续引导降息的几率 其实是非常高的 因为昨天呢 中国大陆的人民银行 所公布的金融数据都不好 包括了M2的年增率低于预期 包括了新增的信贷 跟社会融资 虽然都比4月来得好 但是呢都比预期要来得低 显现呢那么现在借贷是非常保守的 所以呢资金没有办法进入实质的经济 而5月份呢反而是在存款的部分呢 增加了1.46兆 更凸显出消费跟投资的这个保守 所以现在彭博社报导呢 说他们隐居消息人士说 中国大陆呢为了要救经济 现在呢打算要推出一篮子的这个政策 十几项刺激政策 里面主要针对的是房地产 以及内需市场 好陆港股呢 昨天呢就在降息的激励之下上涨 上升综合指数上涨了4点 收盘指数3233点 涨幅0.15% 深圳层指上涨了82点 收盘指数10955点 涨幅0.76%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21点 收盘指数是19525点 涨幅0.63% 好那么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更是气势如虹 大涨了261点 收盘指数17216点 涨幅高达1.54% 成交金额也放大到3501亿元 OTC的部分更是大涨了2.94点 收盘指数是24.07点 涨幅1.33% 成交金额也放大到了978亿元 OTC的成交量呢 是创下了去年2月以来的 最大成交量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外资 外资呢 昨天狂买了377亿元 投稀呢 继续的买超了10亿元 自营商昨天也买超了51亿元 那么八大行户的这个券商呢 则是呢 卖超136亿元 作为调节之用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国内银行的放款哦 那么放款给中小企营呢 4月份的时候 终于出现了反转 1 2 3月的时候呢 放款金额都是减少的 但是呢 4月的时候呢 终于增加了253亿元 使得呢 放款余额来到了9.3兆 当然这里就凸显出来 就是中小企业呢 确实在金融需求上面 终于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了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台达电昨天呢 那么董事长还印尽说 整个AI的趋势才刚刚开始 他们已经看到了 AI伺服器的集单已经出现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5.3鬓 骑马上回来 8.5 屁服器 6.4 call 3 感谢观看